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常就算是撑着伞也会被淋湿 但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也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村庄了 因为在一年之中这里基本上有330天都一直在下雨 所以这里也被人们称为是世界上最为潮湿的一个村庄 但是令其他人感觉到非常奇怪的是 这里的村民们竟然都不愿意搬走 就算是这里已经如此潮湿 他们也还是生活得非常开心 这里就是怀恶莱阿莱 它位于夏威夷境内 属于是世界上最为潮湿的一个地方 所以也被人们称为是世界师级 并且也正是因为这里几乎每天都在下雨 所以每家每户都变得十分潮湿 甚至是家里的被褥以及衣服上面都会长出蘑菇来 毕竟要是下雨时间短的话还好 这一年下330天还真是有一点过分了呢 而其实这样的天气对于当地人来说也都是一种困扰 因为经常的阴雨天气不仅是会影响到村民们的心情 对其健康状况其实也会产生影响 根据当地的相关报道 常年生活在这里的人 大多数都会因为体质失寒而得风湿病 甚至严重的连寿命都会比其他人短 但是这些人依然不选择搬走 因为这里与世无争自由自在 再加上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 故乡情还是非常浓的 而这里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 其实就是因为这里位于山脉的银风坡上面 所以常年都有东北信风过境 阴雨天自然也就是裂面不断了 不仅如此 这里基本上各种类型的雨都有 那么大家觉得这里的生活环境怎么样呢 好了 新鲜的视频到这里 将和小卡爱们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留下评论 或者是信心转发以及关注哦 感谢观看